蓝绿大拼场竞选连任的高雄市长陈菊 以及卷土重来的前高雄县长杨秋新 昨天分别成立了竞选总部 陈菊提到这是他最后一战 而杨秋新的父亲则为杨秋新披上彩带 第一名他要勇敢承担 国民党高层副总统吴敦义 行政院长江一化 以及立法院长王金平等人都现身全力站台复选 杨秋新表示他要为高雄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 杨秋新晚间是由台北市长郝龙斌 和立法院长王金平等人陪同进场 受到大批支持者夹道欢迎 行政院长江一化 还有副总统吴敦义 随后先后到场站台并同台造势 杨秋新跪在父亲轮椅前 接受父亲披挂彩带 杨秋新说由于父亲的身体不好 他过去参选都是由母亲披挂彩带 但去年母亲过世 父亲坐轮椅登台 叮咛他要勇敢承担 这是先当 杨秋新强调他参选是有在地人的使命 在地人最了解高雄人 他上任之后将积极的招杀 要创造20万个就业的机会 让高雄子弟不再远走他乡 催逃咯 记者周莉莉黄天耀高雄报道